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我们跟大家看个新闻 新闻就说中国驻三藩市的总领事馆就被人开车撞 看看新闻怎么说,有一辆汽车在当地时间10月9日下午1点 很快就撞进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大楼,被终的位置是签证处 而司机是被到场警员开枪打死了 根据目击者说回当时的情况,他就说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 他在交申请文件,就说辆车撞进大楼然后他和媒体讲 就說他跟車距離兩米,是一輛藍色的本田私家車, 他見到司機的樣子頭流血,司機落車之後大喊共產黨在哪? 跟著他就說保安員就去接近司機,把手摸到後面制服他, 就說見不到司機有任何武器,但是就見到保安人員就拿著一把刀, 車進來撞進來後,人員就開始走路了。 警察亦去到現場聽到兩聲的槍聲, 報導所說,警方擔心車內可能有爆炸裝置也要求拆彈小組技術人員和爆炸物糾尋犬去到現場, 在現場至少已經有十一部警車和救護車了。 在旁屋的街坊就說聽到四五聲的槍聲,然後有人衝進總領事館。 而根據領事館內部人員訪問所說,雖然部分業務因為假期暫停, 但對內部人員來說是正常工作人來的事後,領事館的員工已經疏散。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旗下電視台所說, 就說車撞進了總領事館的簽證處。 而在場記者亦提到,就說看到男人被人抬上擔架送上救護車帶走, 好,還說男人在當地下午六點半已經不自身亡了。 但是現在新聞報道所說,就說未清楚司機身份是什麼人。 就看到有個人開車撞進去,結果被人開槍打死了。 好了,今集和大家就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